海巡人員攬下箱形車 用力拉開車門 車上坐著好幾名義工 破蹲破座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動 不要動 看到搜查人員 義工們神色慌張 不知如何是好 等一下 緊緊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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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人員拿出手銬 一一將他們帶下車 壓到路邊盤查身份 不要動 不要動 除了駕駛 持有合法的身份證 其他六名都是失聯的 越南籍非法義工 平均年齡不超過32歲 最年輕的才20歲 走舉起來 走舉起來 移工們被抓之後 心情都很失落 因為將被遣返 不得再來台灣 也讓他們的掏金猛碎 查破後均行的 相當的落寞 其中一名移工表示 台灣建築工地多 是打工賺錢的天堂 根據海巡署調查 這群移工他們近日 流竄於台中的建築工地 從事搬運板模工 一天可以賺到2000元以上 賺得開心 但通通不合法 規法不用 外勤移工 將以違反就業服務法 第六十三條 才法15萬以上 75萬以上 相關單位 將持續徹查 六人工作地的負責人 在向上溯源 釐清真實雇主的身份 也要追查這群人的背後 有沒有仲介集團 在操控掩護 臺中採訪報導